快艇6連敗 勇士輝廊大亂鬥 NBA一年一度的武林大會正式開打 Hello你好我是嘉妮 今天是11月15號 咱們來關心NBA一年一度的武林大會 哇今天的比賽打得好像 金庸小說裡面的《劃山論劍》 打得非常非常的刺激 而且不是只有勇士對上這場比賽是大亂鬥的情況 其實雷霆跟馬刺以及胡人隊輝雄 在場上也都有爆發衝突 咱們先來關心一下雷霆對馬刺 這個回合雷霆隊的球員要進行切入 結果馬刺的中鋒 卡林斯是直接把他拉了下來 而且動作非常非常的大 接下來場上就爆發了一些小小的衝突 不過幸好後來衝突事件沒有再擴大 這場比賽馬刺隊是大比分差敗給了雷霆隊 其實上過去我們在直播時就聊過 卡林斯雖然長得帥帥的 可是他打球非常非常的兇 跟直白說場上小動作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未來球迷也可以多關注這名球員 另外斑馬在今天是吞下的生涯第一次的技術犯規 今天他全場只有攻下8分 而且全場頭15只重視 投籃命中率非常非常的不理想 另外他還發生了5次失誤 實際上打到目前為止 斑馬雖然場均還是可以攻下18分 可是他的投籃命中率其實並不理想 打到目前為止身高7尺4的他 他投籃命中率只有4成3 簡單來說這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合格的數字 另外三分球命中率在這場比賽過後 也掉到3成以下了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不變 過去我們在直播時也提過非常多次 雖然這名球員帶給整個聯盟非常大的震撼 因為他的身高 因為他的速度 以及他的火鍋能力 可是10場比賽打完之後 斑馬的進攻效率老實講真的一般般 這當然也是他未來自己要慢慢調整的地方 至於年度新人王的另外熱門人選 也就是雷霆隊的Trash Omigran 雖然在今天的表現並不理想 可是整個賽季打到目前為止 場均不但可以攻下15.7分 另外籃板也可以拉下7個 再加上火鍋跟助攻也都超過了兩次 更重要的是他的投籃命中率相當的穩定 投籃命中率超過了5成2 另外3分球命中率更是高達4成6 所以如果此時此刻要叫我選新人王的話 在目前這個階段 我個人會投了Trash Omigran一票 好接著來關心勇士對灰狼 上場比賽勇士一哥 Curvey音商沒有上場 球隊是把Chris Paul 以及Sarich拉上先發 這個角度沒有問題 否則如果是Chris Paul 搭配Kervan Looney再加上嘴綠的話 那麼勇士在進攻端得分點會不足 所以把有外線能力的Sarich拉上先發 這個部分是合理的 完全沒有問題 實際上這場比賽是雙方的二連戰 上場比賽會員隊是在勇士主場 以116比110拿下的比賽的勝利 而且實際上上場比賽 Edward跟嘴綠在場上就有一些言語上的交流了 跟直白說就是已經有火藥味了 所以這場比賽 雙方會打的異常激烈 在賽前其實就是已經可以預期的 只是沒有想到會變成了武林大會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場上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比賽一開始就有三名球員被趕得出去 我必須要說這一切的事情都是從K湯抓對手球衣開始 畫面上看得很清楚 K湯對位的是會員隊的McDaniels 其實McDaniels跟K湯並沒有身體接觸 他只是要進行空切 結果K湯就一直拉著他的球衣 不讓他進行空切 我自己的看法這一拍 你可以把它解釋成是一個小動作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場上很多球員都會有拉衣腳或拉衣服的動作 可是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K湯這次拉衣服的時間拉的有一點點久 接下來McDaniels當然也就不開心了 所以雙方就有一點拉扯 這個部分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雙方都已經有點情緒了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Green跟Rudy Gobert 實際上Rudy Gobert是要過來勸架的 他是站在兩名球員的中間 嘗試著要把這兩名球員給分開給拉開 可是勇士隊的Green在這個時間點 他卻對Rudy Gobert來了一個鎖喉手的動作 我自己的看法 他在當下應該是認為 狗貝爾在欺負K湯 不過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這一切就是角度問題 畢竟嘴綠在一開始是站在狗貝爾的後方 跟直白說前面發生什麼事 嘴綠其實是不知道的 不過從反應來看 他當然是想要保護自己的隊友 也就是K湯 所以他過去對Rudy Gobert進行一個鎖喉的動作 這個動作老實講是不允許的 所以最後包括K湯、嘴綠 以及會狼隊的McDaniels 三名球員都被裁判給趕了出去 這裡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McDaniels算是倒楣 因為老實講 第一拍的動作是K湯去拉他的衣服 他只是想要把他甩開 但不管如何 被吹出去就是被吹出去了 好看到這裡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自己的看法比較簡單 簡單的說場上小動作的部分 每一名球員都有 所以只要不要讓人受傷的部分 我自己都還可以接受 比方說像K湯這個拉衣服的動作 雖然我個人認為比較髒了一點點 不過我認為我還可以接受 可是嘴綠後來失控的部分 我自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再講一次 即便是你想要去保護你的隊友 也就是K湯 你都不應該對對手做一個這麼危險的動作 而且這個動作老實講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接下來要觀察的是聯盟 會不會進行所謂的競賽 我自己的看法 聯盟至少要競賽 嘴綠一場比賽 否則聯盟就是在變相鼓勵 或者是默許球員可以做出這樣的動作 而這樣的動作老實講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好 以上是大亂鬥的部分 接著我們稍微聊一下這場比賽 其實勇士對這場比賽 是有機會拿下勝利的 今天康仙發的Chris Paul 以及Sarish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Chris Paul全場15分四助攻 Sarish則是攻下了21分 不過可惜而是在比賽末段 他被Rulie Gobert 巴了一個火鍋 再加上老將Mike Conley 在底腳把握住了這一次外線出手的機會 所以回想才可以在勇士主場 以104比101 險勝勇士隊 球隊目前對勇士隊是拿下的二連勝 這比勇士隊則是吞下的四連敗 不過這場比賽 雖然Chris Paul 以及Sarish的表現都非常好 可是我們要觀察的球員 其實是今年的新秀Pozitsky 因為他從板凳上 貢獻了全隊最高的23分 其中包括三顆三分球 另外他還送出了五次助攻 跟紫白說今天這場比賽就是屬於他的個人秀 可惜的是球隊無法拿下勝利 不過如果你是勇士球迷 我相信當你看到他有這麼好的表現時 當然也會對於他的未來有非常高的期待 至於整個勇士隊目前的狀況其實非常非常的糟糕 其中包括Wiggins以及Kumiga 這兩名球員的狀況非常不理想 所以勇士隊接下來戰績的部分可不可以向上提升 我自己的看法 Wiggins以及Kumiga這兩名球員的外線能不能回穩會是關鍵 更紫白說沒有辦法 畢竟這次球隊後場人太多了 目前缺的是前場的火力 好 以上是勇士隊的部分 至於會洋隊在拿下張比賽勝利之後 目前球隊戰績為8勝2敗 已經爬到西區第二名了 這次球隊達到目前為止 當然也成為本季最讓人感到驚喜的球隊之一 另外一支我個人推薦火箭隊 好 接著來看另外一個火爆的場景 那就是胡人隊灰熊 兩位男主角分別是AD以及灰熊隊的奧德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回合到底發生什麼事 Lablon James常傳給在前場的AD進行快攻 一直到AD把球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場上都沒有什麼事情 可是接下來奧德曼有一個去頂AD的動作 就是這個動作讓AD不開心 他是直接把對手推倒在地 接下來AD又跟灰熊隊的BEN 來了一個兩人心心相惜情不自禁的一個畫面 但不管如何這一次的火爆場景 跟勇士以及灰熊隊的那個相比 已經算是非常非常和諧了 那我自己的看法 AD這個回合的動作稍微大了一點點 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手有一個頂他的動作 這個動作當然也就是所謂的小動作 不過實際上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真的還好 實際上今天胡人隊是以大比分差打敗的灰熊隊 在這裡要恭喜胡人隊的球迷 胡人在拿下這一勝之後 目前球隊戰績為6勝5敗 勝率不但超過了5成 而且目前在西區的排名也拉到第7名了 對於胡人的部分我自己的看法不變 讓AR從板凳出發 先發維持一個後衛三風陷架 一中風的配置是OK的 接下來就是要等Vincent健康的回到場上 另外只要點救Russell跟AR不要同時熄火 那麼胡人在戰績的部分老實說不用太擔心 另外Kan Radish在這幾場比賽的表現 老實講非常不錯 所以不管是QuestionWord或者Kan Radish 這兩名休賽季以底薪加入胡人隊的球員 到目前為止的表現老實講都還不錯 在這裡要恭喜胡人隊的球迷 至於灰熊的部分就比較慘一點點 畢竟目前球隊的主力先發中鋒 隨興俠整季報銷 另外Jalmaren被進賽 更麻煩的是這場比賽拿下過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的 Smart他是傷退的 換句話說目前灰熊隊有三名主力全是無法上場的情況 而在開季拿下兩勝八敗的戰績之後 本賽季要打進附加賽甚至是季後賽 我自己的看法難度非常非常高 好接著來聊快艇隊勁快 實際上這場比賽快艇隊是有機會在勁快主場拿下勝利的 可惜的是關鍵時刻Paul Jiu這次的出手沒有進 因此快艇隊不但吞下了最近的六連敗 同時也是James Harden加入快艇之後的五連敗 更直白說Harden加入快艇隊之後 目前這支球隊還沒有贏過 所以快艇的部分真的快要乘船了 實際上這場比賽快艇在場上的陣容打得非常非常的哀笑 雖然先發中鋒還是Zubaz 可是他全場也只有打了26分鐘 這場比賽總教練太陽路更多時間是打所謂的風險陣容 不管是PJ Tucker 可愛或者是PG 另外這場比賽 威少爾的上場時間其實並不多 他的上場時間甚至比Norman Powell或者是Terryzman來的更少 這個部分可以理解 畢竟上場比賽結束之後 Teylon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有講 他希望Harden打得更強勢 更像他自己 再加上PG在這場比賽的表現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全場攻下了35分 所以站在快艇的立場 讓外線能力比較好的Norman Powell 多一點時間在場上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當你用風險這樣的陣容 也就是在場上想要用速度取代高度的時候 那麼你的禁區就會被對手挑戰 球迷別忘了 今天快艇的對手是金塊 而金塊陣中有拿過兩次年度MVP的小丑 實際上這樣比賽關鍵時刻就看他的表現 這個回合快艇隊是用PG去扛他 雖然第一拍小丑沒有進 可是頭不進沒關係 我自己在搶進攻籃板放進了2分 另外這次換成可愛來守Yokichi 畫面上看得很清楚 PG在第一時間就去進行所謂的包夾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籃下當然就漏人了 這也讓Golden輕鬆的灌進了2分 看完這兩個回合之後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自己的看法不變 跨艇真的要趕快去補前場的球員 否則當你比分落後的時候 Zubaz他是沒有外線能力的 你會不敢使用 另外PGTiger已經有年紀了 在場上你真的不能要求他更多了 再加上不管是Norman Powell 或者是Terryzman 在場上的高度老實說都不夠 這當然也是我自己認為快艇隊 必須要趕快補前場球員的主要原因 好以上是快艇隊的部分 接著我們簡單聊一下金塊 我必須很誠實的說這次球隊真的太強了 球員別忘了境外的主力得分手的Jaman Rony 目前是因傷缺賽的 他的部分預計要休一個月 可是即便是如此 這次球隊打到目前為止 還是吸取第一名 這裡我只能用三個字來形容 金塊隊 那就是真的強 這裡我要請球迷注意一名老叫 那就是前跨艇隊的球員 Rage Jackson 競技場比賽他是攻下了18分 除了競技場比賽攻下18分之外 其實前兩場比賽 他是分別攻下了20分以及14分 這幾場他優秀的表現 當然也是球隊可以站穩西區龍頭的關鍵之一 至於最關鍵的球員當然還是Yokic 我自己的看法不變 今年他是非常有機會 再次挑戰年度MVP的 好以上就是我個人對於今天武林大會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於你對於武林大會有什麼想法跟看法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 讓我們清楚聊MVP吧 掰掰